晚安 欢迎你加入今天的玻璃星球 我是马士 希望这个礼拜的你过得都还好 迎接五月的第二个周末夜 我们同时也要迎接母亲节 希望你在母亲节想要做的事情 跟预计要做的事情都能够顺利地实现 也祝福妈妈们 还有附带母职的爸爸们 以及所有所有 值得过今天节日的家长们 母亲节快乐 恭喜你们 我们又再次的来到了这一个时间点了 关于母亲节 你们有没有做好什么样的一个打算呢 其实每一年呢 不管是母亲节 父亲节 父母或是父母的生日 其实对马士来说都非常头痛 因为马士常常不知道到底要送什么 我很想要好好的送一个 很具有纪念意义的东西 但是因为爸爸妈妈 真的是东西都不缺 那我又觉得说我不管送什么都觉得好像有多一样 我就真的是不知道我到底该怎么送了 所以后来啊 我都直接跟他们说 如果呢 你有真的想要什么 你直接跟我许愿 如果我跟弟弟 我们负担得起的话 我们就直接把这个当作你的礼物 就直接跟我们许愿 免得到时候我们精心准备 但是可能你不需要 那这样子也是浪费了 可能就不是那么好了 所以我想这种跟父母坦诚的一个方式 可能也是一个蛮不错的方法啦 因为我觉得最重要的仍然是心意这一件事情了 而不过说到这个过节过头 过节其实好多人应该都会安排要出去吃饭 对不对 我有看到我就是母亲节当天的晚餐 其实好多餐厅都已经客满了 所以有好多人是预计要来预订 在吃下午茶的 那么也希望大家在外出用餐的时候 还是要顾虑到相关的一个卫生的礼节啦 或者是一些相关的一个卫生的留意 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加注意了 那么当然在接下来马上的 因为时间都过得非常快嘛 六月底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迎接端午节了 所以在近期来说 你已经可以开始看到 可能哪边买粽子啊 哪边可以吃粽子等等相关的一些说明了 在六月二十二号 我们就要迎接端午节 而马街医院营养医学中心哦 他们也提醒民众 一颗咸蛋黄哦 它的胆固醇会直接达到每日摄取的上限哦 所以如果本身是高血压患者的话 一定要特别留意 务必搭配蔬菜减少沾酱 这些都是健康吃粽子的好诀窍哦 另外也有主厨来提醒 咸蛋黄呢 你可以用蒸的来取代用炸的 而猪肉也选用油脂少的小里基部位 也能够吃出它的健康 还有相关的美味哦 当然今天可能就简单的跟大家会提一下 关于肉粽的挑选跟保存 但最主要今天想跟你分享的跟吃这件事情是相关的 我相信这礼拜如果有在看新闻的话 会看到这个消息 也就是说吃炸物好输呀 但是美国有一个新研究 吃薯条和吃炸鸡可能会更犹豫 其实这一方面的讯息 我们以前就有讲过了 只是在五月的时候呢 美国的医学期刊 有在针对这一方面的议题 做更深入的研究哦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也会好好的跟大家来聊聊这一个部分 当然前面最一开始 请让我把话题回到肉粽上面哦 不晓得你自己会不会喜欢假巴掌呢 我个人还蛮喜欢的 因为它就香香的嘛 其实关于肉粽这件事情呢 刚刚有讲到说 咸蛋黄 其实它的热量摄取上些是很高的 因为咸蛋黄胆固醇含量相当高哦 这个胆固醇含量大概是200毫克哦 你吃一颗就会达到摄取上限了 加上其实其他的配料 像虾米也是有胆固醇的哦 所以啊 因此高胆固醇血脂的患者呢 或者正在使用降胆固醇药物的民众 你一定要特别留意吃进去的份量 例如包粽子一次包半颗的咸蛋黄 也就非常足够了 再来呢 则是酱料的部分了 没有甜辣酱 或者没有一些酱油糕 好像少一味哦 但是营养师提醒哦 如果要沾酱的话 就会吃尽盐分 所以有高血压 心脏或者是血管跟肾脏 肝脏 腹水等等相关疾病的患者呢 吃粽子减少沾酱 或者是卤制猪肉时 也要增添八角与白胡椒等等风味 这样子不用沾酱 也相当美味 只是要特别注意 因为巴掌我们大部分使用的是糯米哦 这糯米淀粉多 而且又不容易消化 所以营养师建议高血压与糖尿病的病友 一定要特别注意饮食 此外 你可以选择使用紫米的粽子 兼顾口感跟健康 而且啊 这样子也能够来照顾自己的肠胃哦 另外 营养师也提醒年长者 务必在吃粽子的时候 一定要细嚼慢咽 所以啊 在粽子的选择上呢 你可以先选择小颗的 食材也不要炸过 油脂含量也会比较低 那么如果吃到的粽子 比较大颗的话 可以跟亲友分食 尤其如果有特定的一些疾病患者呢 一定要特别注意 他的食材的搭配咯 另外 最主要就是 在吃粽子的时候 还是搭配个蔬菜 来吃会比较好吧 因为啊 你可以搭配像秋葵 玉米笋 小番茄 餐后搭配了香蕉 奇异果 葡萄 这些都是很好的选择哦 所以 在这一部分 也提醒大家 来多加注意了 走进时光隧道 踏遍每个街角 城市的璀璨疯狂 高雄广播 陪伴你探索 FM94.3 关于粽子的部分啊 还可以注意到的 就是说呢 有一些主厨 也有特别来讲到 你的粽子的挑选啊 最好选择像是虾米呢 颜色要自然 体型完整 碎屑多 很有可能就代表 并不新鲜 还有花生选择 包满外观为最佳的 并且留意它的味道 是否变质 粽叶也不要太鲜艳 如果有化学的气味 也要非常当心哦 而在粽子叶子的部分呢 你可以使用 看 蚊 洗 这三个指标 来做挑选 看 避免啊 颜色太绿 还有蚊的话 就是要小心 有没有一个硫磺的味道 或者是其他化学 也要记得味道 洗的话呢 则是留意 把粽叶表面洗刷干净 再使用大量的清水 来冲洗粽叶 这个都是可以避免到 有过多的相关物质 进入体内的方式哦 而主厨也有说到 在肉类的部分呢 你则是可以选择 鲜猪肉 颜色呈现鲜红色 脂肪洁白的部分 而另外 你也可以用手去摸摸看 以不粘手 肉质鲜嫩有弹性 手指按压会凹陷 而回弹的肉品为主 另外啊 在买的话 源头就要特别注意了 要选择有屠宰卫生检查合格 或是有口碑与信誉的相关店家 这一些都确实 比较保全自己食物安全的方式哦 另外 在粽子的保存方式 我相信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学问 好多人呢 粽子会一直冰在冰箱 冰朽了呢 还会不小心给它忘记了 夏季炎热 食物放久了 本来就非常容易变质哦 所以 粽子保存在60度到70度的环境 或是利用冷藏的方式来保存 依照家庭的人口数量 购买适当分量即可 这样子就可以避免吃不完 有浪费的情形 只是有的时候我都在想 粽子这么美味的食物 为什么你们会忘记它 或者是会舍得不吃它呢 我自己是没有办法抵抗啦 但当然我自己也知道 糯米呢 对于我的肠胃 可能不是那么好消化 所以我吃的量 都是有所节制的 最多大概就是一颗而已 可能就真的不会再多了 如果真的很饿的话 我可能会选择少量多餐 这样子来特别小心 但是不知道 如果说你特别饿的时候 你会不会有一个 报复性的进食的情况呢 如果有这样子 报复性进食的情况 你可以观察一下哦 你是不是会很常吃炸物呢 那是因为我们人体积聚的关系 可能在能量低落啦 或者是心情特别不好的时候 我们真的会想要吃一些 垃圾的食物 大口的吃炸鸡 薯条 洋芋片 这真的非常熟压 可是根据美国的最新研究显示呢 经常吃食用薯条 等相关的油炸食品的话 这下的化学物质 会对我们的心理健康 产生负面影响 这个当然不是很新的一个研究 只是有研究 才在原先这样的论点上 去做进一步的分析 所以因此得到更精确的数据统计了 关于刚刚提到的这些数据啊 如果长期使用这些油炸食品的话 焦虑症的风险会比一般人增加12% 而忧郁症风险也会增加7% 这些啊 在年轻的男性当中 尤其又是更为明显 而这个的罪魁祸首 就是一个叫做 秉析鲜胺的化学物质 而它是什么 等一下节目当中再来告诉你 谢谢你继续收听玻璃星球 我是马士 这里是高雄广播电台 FM94.3 AM1089 刚刚在上个阶段跟你提到 如果你有报复性进食的话 好多人会选择吃炸物哦 但是吃炸物要非常小心了 大克炸鸡 薯条 洋芋片 这一些油炸食品 好疏压呀 可是呢 美国的最新研究显示了 吃食用的薯条等等 相关油炸食品的人 吃下去的化学物质 会对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焦虑症的风险 比一般人增加12% 犹豫症的风险 也会增加7% 而这一些族群当中 年轻的男性 尤其更为明显 而根据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 在5月1号发表的 一篇论文当中 有提到哦 如果说呢 长期一直这样子吃油炸食品的话 的确会对心理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 这个研究呢 在11年又三个月的时间 调查了140728人哦 这个其实整个统计起来 应该有超过14万人哦 那么排除前两年确诊 犹豫症患者后 从食用油炸食品的受试者中 发现有8294例的焦虑症患者 和12735例的犹豫症患者 而这个研究还发现了 年轻男性很常吃下 不止一份的油炸食物 我现在细想一下 我好像有的时候 如果我真的要吃油炸食品 我好像也是这样子耶 所以变相来说 我还年轻 但当然不是重点哦 这个重点是在于说 不要过度的去使用 这一些油炸的化学物质哦 关于这相关的一些研究 他们还指出一件事哦 就是说与跟吃炸鸡相比哦 吃薯条更容易导致 犹豫症风险哦 它的风险高出吃炸鸡的2% 但是这不代表鼓励大家一直吃炸鸡 不是这样子的 而是吃任何东西都要有节制 只是吃炸物的时候 一次最多就是以一份为限 这样子可能会是比较好的 而关于这份研究中 他们有讲到 油炸食品在油炸的过程当中 会产生一种化学物质 叫做丙烯鲜鸩 而这个就是导致焦虑 还有忧郁风险增加的罪魁祸首了 研究人员他们对成年的斑马鱼 进行长期暴露在刚刚说的 这一个化学物质当中的实现 结果他们发现斑马鱼 真的出现了焦虑 还有忧郁的行为 而根据CNN的报道 哈佛大学流行病学和营养学的教授 他们就针对这些食品来表示 油炸食品对健康的影响 主要就是取决于油炸的食材 以及使用的炸油类型 吃炸薯条之所以会影响情绪 主要就是在于薯条会导致血糖大幅上升 导致情绪相关的荷尔蒙反应 而更值得注意的时候呢 这个秉析鲜胺 它不只通过油炸产生 它也存在于烘烤过的咖啡豆 以及吐司当中哦 所以这些东西通通都是要注意的 而医学专家他们也表示 油炸食品的摄入量如果增加 罹患焦虑忧虑的风险 当然会随之增加 可是焦虑症和忧郁症的患者 藉由美食 输压的频率也会因此 而越来越高哦 这就会导致说 他们就会疯狂的想要吃油炸食品 而吃了之后身体又会更不开心 心情又会更不好 进而形成缓缓相扣的恶性循环 这样子就真的不是那么好了 而根据WHO的估计 全球有5%的成年人 患有忧郁症的情形哦 而在某间大学啊 他们也表示 全球忧郁症和焦虑症的患者 正在持续的上升当中 这个我相信 对我们节目的听众来说 已经不是新闻了 因为我们一直以来 都有在节目当中提醒这样的事情哦 其实在2020年啊 呃 忧郁跟焦虑 已经分别增加了 27.6%跟25.6% 而目前啊 尚不需要对油炸食品的不良影响 呃 感到恐慌 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减少购买油炸食品 还有呃 适度的 呃 一些相关的饮食控制 这些都能够维持整体的身体健康 也有助于心理健康的发展 可是如果呢 想要戒掉用吃东西 来抒压的习惯的话 在台湾 有一个胸腔剂重症医学科的医师 在他的脸书发文 就是讲到说 如果你真的很想吃薯条的话 你可以尝试三种方式 第一种 多想想这些问题 也就是说 如果吃了这个薯条 会不会导致自己更焦虑 更忧郁 或者呢 会有身材走样的问题 变成恶性循环呢 这个是可以来多加考虑的点 第二个呢 则是可以尝试听音乐 做手工艺 看电影 慢跑 骑单车 坐瑜伽 等等简单的休闲活动 或者啊 是跟好朋友聊聊天 吐吐一些闷信 吐吐一些不快乐 这些都是可以来处理的 那再加上我们以前 也曾经读过一些相关的文献嘛 就是大部分的一些 情绪性进食 或者是过度饥饿的感受 通常在10分钟到15分钟左右 就会缓解了 在这个段落呢 其实你可以选择 喝点水 或者是 做一些别的事情 来转移注意力 这些都有助于 自己健康的发展哦 以上这些 也提供给大家了 那么另外啊 除了 这边讲到 忧郁相关的一些话题哦 现在除了吃之外 也要注意 现在这个时间点 也是蛮容易会造成 忧郁出现的哦 因为现在是季节的交替 我们一般都觉得 秋天跟冬天的交替 才会是忧郁症发病的 一个很大的一个时期 但是春天跟夏天的交界 也是如此的 而等一下 就来跟你分享 这一个相关的研究了 FM943 关于季节性的一些 对忧郁心情的影响啊 就是可以注意到 因为我们从5月6号的时候 正式进入立夏的时节 春夏季节的交替 其实人体的阳气逐渐增强 气血也相对是相当丰盛的 只是这个对好多人来说 应该是健康加活力的季节 对于精神疾病患者来说呢 这样的气候可能会导致一些忧郁 或者是身心症状有加重 甚至有复发的情形 我这边查到的一个研究 它是依照中医的理论来提到的 依据中医的说法呢 春夏季节的气候炎热潮湿 容易导致身体里面的荫叶流失 因而啊 引起体内的阴阳失调 而这种失调呢 可能会对精神疾病患者的病情 形成负面的影响哦 比方说容易会出现情绪波动 焦虑 易怒 还有失眠等等的症状 这些都很有可能会出来 甚至也会出现 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形哦 而再更进一步来说啊 其实相关的一些中医部门哦 有指出精神疾病 不是现代才有的一种文明病 自古就有相关的一个记载了 在《皇帝内经》这一个专书当中 有提到所谓的狂症 狂症跟现在的造症有一点相关 而其中还有记载一种症状 是颠症的部分内容 其实后来根据考究 他们发现与西洋的医术 所指的思觉失调症 也是类似的 其他当然包含还有啊 像犹豫症失眠或者是失智 这一些在相关的经典里面 也通通都有讲到 而有趣的是呢 在中医的典籍里面 精神疾病通常被称作精神病 神病鬼病狂病 癫狂等等不同的一些名称 只是这一些同样的呢 会讲到的就是他们跟五脏 还有情绪对应的一些关系了 所以在不同的情绪状态下 可能会对应不同的脏腑 进而影响到一些身体健康 而在这一份研究中 他还有举一个例子 就是讲到说 有一名25岁的思觉失调症患者 他曾经更换很多种的抗精神药物 效果都没有很好 最后他服用了某一种药物之后 精神症状改变非常多 可是也出现了大量的流口水的副作用 也因此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他就因此拒绝再进行服用了 而后来呢 这个个案会诊的中医 就结合了中医跟西医的生理和病理的观念 所以也的确成功的做好了相对应的医治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就是相关的中医师就有讲到 这样的案例 其实当然是众多类似的患者之一 既有中医跟西医共同治疗 的确可以加速精神症状的恢复 也能够巩固治疗的效果 不过啊还是必须个案乖乖的配合相关医嘱 而且有规律的饮食跟睡眠 才是有可能来进行改善的 另外还有研究也发现 状态症患者他在发病前体质大部分是气虚 血瘀还有痰湿的一个相关的体质哦 那在这一些也都需要医师来进一步的介入 来做相对应的调整 那么如果平常在生活当中 想要借由一些食物来做调整的话 可以怎么做呢 其实啊紫糊 山芹菜 四神汤这一些都可以预防肝气郁节 那么把肝给养好了 人生就开心了 这就是我自己扎的 当然也不能说完全错误嘛 主要就是因为以中医的逻辑来说 肝气跟一些忧郁 还有一些精神是比较相关的 所以当把肝给好好的照顾好之后 的确气血来说 会运行的会比较快一些 那这样子也能够让自己会有 比较好的一些心情哦 所以大家也可以在这个季节 来饮用一些四神汤 或者八档食物来吃 但最重要的 还是要全面调整自己的身心 平衡阴阳来提升自己的免疫力 而且你可以藉由适度的运动 冥想呼吸音乐疗法 调节饮食锻炼身体 这一些通通都是可以达到的 以上的这一些相关的讯息 提供给大家 让你来进行参考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咯 充满活力的每一天 就像是欢乐的音乐 只因为每分每秒 都听见 高兴满活电台 爱分球四点三 玻璃星球来到尾声了 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 一样是过得非常的快速 谢谢你在空中陪伴我 当然我们在这个礼拜 我们要来迎接母亲节 也祝福全天下的所有所有 有担任母职的人 母亲节快乐 希望属于你的日子里 也要过得开心愉快咯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